好,地址回到來,剛才講了石門和我們從末日開始 還有三套,先講這套 特權樂園,入了Oscar Best Picture,最後十強 呼聲高不高呢?我們最後又講一下這套會不會呼聲高 先問了Cindy,這套特權樂園 我那天買票入場,但因為實在太爆的關係 我又太問才買票,我是坐A行 原來坐A行 那你有沒有找到一個原因?為何這麼多人去看? 因為我看那天是未正式上映的 他在電影中心,一天有兩場優先場 那為什麼呢?當然他因為是Oscar 他這麼爆很厲害,A行 真的很爆 真的,不只是那天,之前那個禮拜已經是A行 我看到,每一場都只有A行 除非你一早去買票,但我又不敢一早買 因為我怕自己臨時去不到 新年期間來的 已經是新年後的了 所以其實是挺好的,除了新年之外 有這些這麼暗的電影選擇 為什麼大家農曆新年應該看賀歲片 為什麼會去看特權樂園呢? 不是啊,我農曆新年跑去看可年的東西 我自己很低的 那一部其實 我比你還好 我都有看 我都有看 我看B行 因為他有很多人看 你都遇到這麼爆的電影 很有噱頭 變成B行我都照進去看 我A行都照進去看 特權樂園呢,就是他開畫的第一天 我去看,但是都是爆的 就是平時呢 我有時早上去看的時候 身邊都不會有人 看著你可以放袋 不是,爆了 說回一部電影了 怎樣看 說回一部電影 預期這麼震 一開始大家不要遲入場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一開始其實是 可以叫做沒有東西看 但是其實是有東西看 為什麼沒有東西看呢? 因為大家可能在網上都已經看了 就是說一開始 它是有一個 都幾長的 我想兩三分鐘 我沒有計算幾長 我想大約起碼都有兩分鐘 就是一個全黑的畫面 然後它有一些很強勁的配樂在後面 去將你開始集中觀眾的情緒 進入了他們一個夢想的樂園 那個配樂呢 我很難形容它整套戲 那個配樂其實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那種配樂呢 它是有點沉滴式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都類似有分幾個章節 或者是有幾個不同顏色 不同顏色不同層次去分辨到它的配樂 那一開始其實都已經是沒有不安的 它有些小鳥聲的 那是有一些 開始覺得這個是一個家園那種感覺 但是它的底色是黑色的 那個畫面是黑色的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覺得 導演其實想去表達些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幾個相反的感覺 那去到中段呢 就開始遞進了 遞升了 我覺得那個緊張感 或者那個不安感 就開始來了 接著到最後 其實最厲害的就是 完了那個Rola Credit 那個音樂是最厲害的 就是最令人覺得 那個心髮毛 就是可以用髮毛 是的 我覺得是 我是 那個心是 我想揮一張椅子那種感覺 但是呢 我見很多觀眾 其實未完Rola Credit已經離開了 但是我又覺得 我就建議大家 其實就算你覺得 不要啊 你多不舒服都好 你多不安都好 你都要聽完所有配樂 完完這套戲才好 是這一套戲 是需要這樣做的 因為它是一個 配樂 那些配樂 是一套戲 一個很重點的環節 這件事是最欣賞的 還有手尾呼應的 黑畫面 手尾呼應 是的 所以就一定是 要完完才好走 我覺得這一套戲 都挺特別 那個觀影 感覺是挺特別的 除此之外 就是它說那個 集中營 那件事 因為大家知道 那個故事 就是說 在一個集中營 的旁邊 就是這個集中營 那個指揮官 就在旁邊 建了一個理想的家園 所以大家其實 只聽這件事 已經知道 這件事是多麼 諷刺 和多麼強烈的對比 那我很欣賞它 首先它是因為 它真的在波蘭那裡 實景拍攝 因為我覺得 挺難得的 你本身 你集中營 波蘭的集中營 我去過一次 其實那個感覺 是超級無敵的 是你去之前的心情 已經不好 你去完的心情 是再不好 多兩天的那些 那變了你想想 你將那個情緒 你想想 你自己 稍微想想 你都知道那個情況 有多麼糟糕的時候 那個人居然 你根本想不到 為什麼那個人 可以在旁邊那裡 建一個理想的家園 有泳池 有別墅洋房 然後還要帶一家大小 還要嬰兒子 是一個初生的嬰兒子 在那裡 建築他一個理想的家園 那個諷刺程度 是有多高 還有那個 殘忍不見血的程度 是有多高 整件事 那個導演是很能表達到 還有他真的實景拍攝 你看到他那個地方 其實大家可以再細心一點看 但我看A行的關係 其實那些 我建議大家看後一點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劇照的畫面 那些劇照 其實那畫面很漂亮的 是很厲害的 你真的要看 很細膩 你要看完畫面 才清楚看到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不是說只是看中間的位置 我覺得如果觀眾下次 如果再有機會在媒體的時候 可以留意到他旁邊的框框 就是可能其他細節位 我覺得需要去留意 還有大家可以去一間 聲效好一點的戲院 音效好一點 因為他的音樂很好 然後他的背景有很多背景聲 是需要大家去留意的 所以真的要去一個好一點的戲院 還有坐一個比較好一點的位置 我先說一遍 他擺了我 我看的時候 就是在Element 就是最好聲效的那間 就是電影公司安排的那間 畫面又很厲害 聲音非常好的 就是THX那間 THX那間 你完全感受到誠意 就是擺了這間戲院放 還有你看到裡面的震撼性 這套角度 就是整套戲 找了一個新的角度去說 說這個納粹屠殺事件 你變成以一個家園以外的 外面就是一個 鬼哭淒厲的一個集中營 就是已經在殺人 外面就是殺人 燒人士 但是裡面那種 有很多反諷方法 裡面就是安逸 一些生活的瑣碎事 就是老婆還要很擔心 不是擔心自己的下場 擔心衣服 擔心那個老公 就是掉了職 沒有了這個家裡的反諷 其實我覺得就是 這個形狀是挺好的 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 他最後那段 大家看到就是 現在和過去的一個對話 就是有一個現在的集中營的一個 博物館 就是當地 今時今日的 今時今日的 其實他玩得很好 就是整個對話就是 就是當他們 時間過了之後 留下了些什麼呢 他很細緻給你看 就是最終是剩下什麼的時候 給你看 這個是很好的設計 我真的沒有見過 那個是24號營的 我沒有見過那些 可以有這樣的玩法 就是很寫實地 跟現實和過去的一個故事 的一個對話 挺好的一個設計 其實這個導演我們之前 幾乎我都看過 皮下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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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厲害 很厲害 還有利哥傑曼那套 就是烹調 你所以變成 都是一個 上升正的導演 但是 做起碼 最後 有沒有奧斯卡相 我又覺得 不算有奧斯卡相 是 那幾個答案 這部 基本上是一個 很好的教材 就是剛才 Sindy所說的 它那個叫做前揮頭和結尾的 那個首尾呼應的那個黑畫面 之餘呢 我們很多時候這個故事 真的三月兩月 你告訴別人 這個故事說什麼呢 三月兩月就割出來 就是在一個集中營的旁邊 就是一個自己 叫做一個理想樂園 理想的家 大家都立刻知道你的主題說什麼的 還有這部戲裡面 我們有時候 就跟大家說電影那個戲劇效果 能夠在一個鏡頭出現 已經表達出來 那這個戲就已經很好的了 這個大把一個鏡頭就立刻讓你看到 那個海報我覺得做得很好的 那個海報是故意將那個家園 後面那部份全部整黑了 那它就對比到 它黑色的畫面的意義就是怎麼樣 但是它有背景的時候 如果你有去過那個集中營 之前呢 阿Sindy 你也去過啦 那個OOC衛信 那個呢 它選一個位呢 大家是不會忘記 它的家園就是在哪個位置做出來 雖然可能是一個虛構的設計 但是它擺放在那個角度 你一看呢 你就是很明顯看到這麼近的這個地方 而且很真實呢 你會認得那個就是那個集中營的 那個最關鍵的那些位置 那些那些納粹黨的軍員 整天怎樣過呀 那怎樣呢 都在那個位置 我們整天都看到過來 但是它一調轉呢 就看到樹林那裡呢 其中有一場呢 出那些煙呢 一看 原來鐵路就是那邊 那所以呢 我覺得整個戲呢 你會看到很強烈呢 有個空間感呢 就擺了出來的 那整個戲呢 我覺得 如果你說那個叫納粹 或者這個叫波蘭集中營的那些故事裡面來講呢 這部呢 就是你可以說 因為它近期呢 就是比較上很完整的那樣呢 將那個叫波蘭集中營的裡面那個歷史 還有那種 使得大家都從這個地方裡面呢 就是曾經發生的那些事件呢 就一聽完之後呢 覺得這個是一個叫人類 應該要反省的一個地方呢 那全部 我覺得它歸納了 還有 還有 剛剛Alan也說的那一段呢 突然 跳出來呢 就是講現代的時候呢 你如果現在你去參觀那個那個 那個整個場地的那個時間 那個就是二十四艙裡面呢 那個震撼來的 我們平時呢 看的時候呢 如果你沒有去過那裡呢 就算你看那些介紹呢 你也不覺得 你只是覺得有些殘忍的證據出來了 但是如果你身在現場呢 其實那一刻是很震撼的 那這部戲呢 我覺得它那一段 那一段 講現代的那裡呢 那些情節呢 你看完之後呢 就全部 尤其是那個墳化場的那個位置那裡呢 完全看完之後呢 馬上出來了 那所以呢 我覺得Cindy呢 那一邊看 一邊覺得震撼的那個呢 那是 因為呢 你也曾經在現場那裡看過的 但是呢 我覺得這部戲還有一個深度的 因為你會看到它其中呢 都插入了一些黑白的場面 但是那個不是就純粹黑白的 那不是黑白 那個叫做 怎麼說呢 夜市 熱象 熱象 夜市 他用一些夜光鏡頭 夜光鏡頭 他看到呢 令到他的手持的那些蘋果呢 變成了一種好像 像浮片的感覺 是啊 不是的 他還有一些光 不是浮片 總之就是 夜光 夜光 像X光片一樣 好像我們士兵 晚上看敵人呢 戴那種鏡子那樣 給我的感覺就真的是 如此者般地獄 地獄是這樣的模樣的感覺 他那個呢 我覺得呢 他跟他之前那個皮下脂肪呢 都一樣呢 將有時他要探討的那些題目呢 他深化到 去到一個 令到你就算你不明白呢 你都會留下深刻印象 是 就是那種效果 因為我覺得這個導演呢 因為他之前也有一部電影 就說 就是說 你知道 蘋果其實他有角度的 蘋果他有自己的那個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 他有一個意義在那裡 就是等於阿當吃了禁果 他就有知識 知性了 那麼這個黑白片段呢 他拍攝那個小孩呢 跟那個蘋果啊 在那些泥瓣的那裡 那場戲 而你對比回他的故事呢 第一個畫面出來呢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溪邊 那裡呢 那個樹林 溪邊呢 全部呢 你會看到呢 隱隱呢 用戲劇性呢 呼應出來 嗯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戲呢 他相當之豐富呢 還有呢 其實我剛才講完之後 那裡呢 我仍然覺得 有幾場戲很震撼的 就是 兩個演員呢 做爸爸媽媽的那個呢 奇古相當 阿媽媽你一定記得他啦 是啊 不是啊 他 非常之入角色的 嗯 他裡面那裡 媽媽的戲 就沒有爸爸那麼多呢 因為爸爸那個那個 那個就是 重要啦 因為他去到其他 後來他要回到總部啊 那些這樣的戲呢 很重要之外呢 媽媽的戲不算多 但是我將那個角色呢 裡面呢 他們那種叫做是 就是 對於整個世界呢 這些超級怪獸家長的 無動於衷啊 那其實那些小朋友都 這些東西都做出來 小朋友呢 你看到是導演的功勞 但是呢 爸爸媽媽呢 你看到呢 很多都是《Y-Shot》啊 什麼那裡呢 你看到他們那些戲呢 是很入的 還有有反應的 尤其是爸爸呢 他裡面呢 就是包括理性那樣的東西 就是 比如他中段那裡呢 你看 總之他在溪邊那裡 那幾場戲呢 我想呢 突然 要游水都走了 拉回一點 是 是 是 真的好厲害 其實呢 我不能說的 為什麼要找一個這麼 我經常都提議 就是找一個 真是大油膜 比較鎮定的 你看到其實呢 他沒有被封閉的 很多的味道 純粹是一個大環境 如果你錯過了那些細節 就真的 對於這個場裡 錯過了很多的資訊 就是 為什麼爸爸突然間 離開那些水那裡 撿到那些什麼呢 他沒有被封閉 但是你會想到 遠都看得到的 我看那個 那個呢 他應該 那個Pojeta也有一點點震 但是也看到的 也是 你看那個最美版本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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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呢 我覺得這部戲呢 就是和他之前的皮下脂肪呢 都是有很多那種叫做 紳士角的震撼 是 這個導演 是 因為 始終你皮下脂肪 是一種很科幻性的 他裡面呢 就是走那個叫藝術 探討那些是強的 就是他那股皮 就是被人剝掉的那股皮呢 美得不得了的嘛 他在那個 就是疑似水底 閃閃化光的嘛 很厲害的 但是呢 這次呢 這個呢 你看到他不是 他不是就這樣做 玩一種藝術的效果 他裡面呢 就講到 有一個叫做 他對這件事件 他呢 那種叫做歷史的傷痕 他要用電影呢 來將他呢 是變成了一種叫做威力的 給大家看到的 我覺得他做得到的 他這個form 玩得很好呢 我想講一點點 就是我看完之後 就想起呢 有一套戲呢 好像和他玩一個隊似 相對呢 就是呢 我有講過了 就是匈牙利那套 天堂無門 也是講集中營 是的 Son of Saw呢 那套就是呢 他玩那個技術呢 不知道Cindy有沒有記得嗎 他玩一個很淺的focus 那次是新技術來的 是不斷地跟著男主角 很近的 男主角後面的背景呢 由頭到尾都是 很淺的 都是一個很淺的focus 但是呢 跟這套 這套就是告訴你 家園外面 就是一個煉獄 就是一個人間煉獄 天堂無門那時候呢 就告訴你 他煉獄了 後面呢 隱隱約看到一些影像呢 就是集中營裡面 在燒銀絲啊 怎樣去 推人進毒氣室 那些情況來的 這兩套呢 如果大家可以玩一個箱 就說 這套呢 視野很闊的 就靠聲音的 天堂無門呢 也是靠聲音 但是呢 他的視角很窄的 他會撞到後面 經常都跟死著男主角那個 那個 很累啊 很恐慌啊 或者他在找兒子的時候 那個情緒 這兩套很特別的 兩套都 兩套都是選Oscar的 最後十強 嗯 所以 我覺得這部戲呢 吸引到很多 很多人去看 就是這個 實在的事件呢 那種震撼呢 還有我相信呢 就是有很多 就是 平時未必會看戲 看劇情啊 呃 那些呢 都入到這個戲 是 因為他裡面呢 他那個表達呢 就是 很日常 是 那個戲劇效果 很突然 很日常的世界 不是 剛才說的 他強調空間感那裡 其實他室內 都玩了很多 一些 就是 就是 在那個 那個庭園那裡 是很厲害的 不斷地對咳 他不是用那種 就是跟著人走 是純粹好像 在呈現的空間 在那裡 呈現的家裡的空間 挺特別的 一個處理來的 我覺得 就是 他對於那個 鏡頭那個 那個戲劇元素呢 我覺得他 他 刻意地按到最低的 我覺得是 不是說 適當地 給一些演員 適當地 去交代一些事件 那種 傳統drama 那樣東西 你見到他 這麼有趣 經常都玩一些空間的 對角線 玩一些對角線 是 是 是 有一個form 在那裡 是 那 他 基本上 你可以說 他是紳士角的 大師 這個是 我猜不到 新年期間 我也猜不到 不是 這部戲 我看完了之後 我相信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都搞那些 比如社會 那些 入社區的 電影放映活動 我覺得這部戲 是很適合的 跟普羅大眾 他看完了之後 他可以很淺的 又說得到 淺的 因為剛剛看完 立刻 就最好玩的 立刻說一些 可以很深的 那些街坊 都會聽得懂 看到 原來這部戲 是厲害的 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這是很好的 一個 法例的戲 那我就想問一下 Cindy Cindy去了Paul Fink's 最後講了一點 Paul Fink's 這部震撼一點 還是Paul Fink's震撼一點 Emma Stone那部 Emma Stone那部 那部震撼 是因為他真的去得很盡 那部震撼 就是不同形式的震撼 但我想补充回 我覺得 特權樂園 樂園 樂園 Zone of Interest 因為台灣叫做夢想集中營 經常都記錯夢想集中營 是的 我覺得他是競醉 去另一個競醉的地方 是因為 其實我一開始看 如果你當一張白紙這樣進去看 你不知道這個是講一個關於集中營的故事 你真的以為是他純粹的導演 是想講一個普通男人的生活日常 其實他用一個真是用很平凡的手法 講這一家人早上煮早餐 然後叫那些子女起床 然後這個老公就上班了 然後這個老公上班了 就是會開會的 然後原來他在工作的時候 都會遇到公司上的一些politics 例如哪個調職 其實你跟一個處境劇裡面 一個人遇到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套衣服一定認得到的 我知道 但是他做的事情 導演他把他的注意力 集中在這個男主角的生活日常裡面 當然你再想三層知道究竟他的工作是什麼時候 你就覺得這件事很震撼 但是原來表面上是真的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平常的事件 就是殺人放火的 我覺得震撼在另一點就是 你剛才說導演是在捉日常生活 而且還是他一個很平凡的打工仔 是呀是呀 在煩一些吊跡的事情 就說你不要吊他 即便不能住宿舍 是呀摸得住這裏 但本身他其實就是 看回歷史 其實是希特拉的差不多左右手 已經是 很高級的 都是魔頭之一 就是這個魔頭之一 就是你這樣的角度去寫一個平凡人 是更加將他那種殘酷 那種罪孽 是加深了 是呀 是加深了 我看他之後 為什麼會覺得很無骨瞬然 就是覺得 原來魔鬼平常生活就是這樣 就是有那個感覺在那裏 即可能 原來你隔壁那個人 都在做這些事情 是呀 背後是操控著 八九萬人的生活 還要跑業績那樣東西 是呀 還有怎樣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殺最多的人 即那些好像很普通 開會會說的話 你真的覺得這件事 很匪夷所思 其實有一段 你很深刻的 就是他不知道幾個設計 讀器室的工程師 蕭師的工程師 在家裡談 怎樣增加生產效率 所謂的 即是殺人的 是呀 也是那種看似平常 但是你想想 真的很殘忍的 很變態 整個性格好東西 聽著怎樣去加速 整個蕭師的過程 非常冷血 冷血世界 是呀 是呀 再加上一點有趣的東西 就是 其實波蘭電影 是電影王國 原來他們每年的出產不是很多 是少於香港的 因為我上一次去波蘭的時候 都有跟電影人談 他們每年平均是二十幾部 是這麼少的 我回到來後 怎麼這麼少 他說你不知道 香港其實是真的很多產 很成產的 不過呢 所以我們還記得 是否去年還是前年 我跟Cindy說的那一部 什麼姓波蘭說 杜拜那個 女子賣淫那一部 那一部 原來波蘭有這種 很主流的程式電影 可以出到來的 那一部 365日 那一部 365日都是波蘭的 是呀 爛到瘋了 他程式電影 程式動畫 他已經很早已經有了 就是布朗夫之黑的 那些 總之呢 你會看到呢 剛才說的 他雖然產量不是很多 但是他每次呢 你會發覺呢 他一定呢 在國際影壇裡面呢 每年呢 都榜上有名的 就是波蘭電影 這個呢 就是他的特別之處 好 那我們呢 就攝了一點時間 想說一下 因為三個看了可憐的東西 Poor Friends 那我就 我看完都目定口 哇 這麼激的 去到真的 沒有想著 Emma Stone去到這麼激 原來真的這麼激 那先說一點 因為下個禮拜會詳細一點說 問了Cindy先 就是一個女的觀眾 會不會看到 很露鑑呢 看很尷尬 不會 很喜歡 很喜歡 但是呢首先 首先是 我覺得觀眾 不要是那些道德L 就行了 如果你是道德判官 千萬不要入場看這部戲 因為有很多 是挑戰你道德 顧有觀念那種感覺 但是如果你可以衝破到這種 道德觀念 你就會看得很享受 嗯 但是我可以 因為我覺得 我看完之後 我是反思的 就是我呢 可以和朋友 會討論劇情 因為我是很 很購買 Emma Stone那種 在戲裡面的想法 嗯 其實有機會是 被人批判回我 就是他其實裡面 他做了很多 離經叛義的事情 他是衝破了一個 所謂正常人思想的框框 而跳出了一個框框 他就會覺得 為什麼不 你們覺得固有的思想是這樣 但是我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 你們才是不正常的 那種想法 我覺得 下個禮拜可以詳細一點 有個角度 就是女權角度去講這部戲 是啊 即是不是很不行呢 即是用女權角度 這部戲 我相信 男觀眾和女觀眾看完 可能會有些不同的感覺 嗯 嗯 我先說說幾句 因為我們職評 喂 真的厲害 我想 不要說如無意外 你應該肯定九十九點九 都是他拿的 就是Oscar 就是 那種演繹是 我想是 近一點 不要說近一點 其實很少學女 會拿過影后的女星 會接這些戲 這些戲種 而且真的可以去到這麼盡 你看到他 即不是純粹是 因為那個劇情去得很盡 或者性愛場面很盡 而是裡面 他演出之後 出來那個化學作用 連那個意識都給他聽 喂 真的去到這麼厲害 不是純粹是一個 一個 很學求性愛的 一個女科學怪人 嗯 他又可以回到女權成長那邊 那條線 兩條線又可以混在一起 這個是 這個劇本 為Emma Stone 度身訂造 而Emma Stone是演出來的 那個效果 是成倍了 倍了上去 我覺得是 所以我覺得這套戲 就是勁在之處 不過 如果真的以 下個星期討論 以女權角度來講 這套戲 是真的會令到很多人罵的 我覺得是 不是 今天還有什麼態度 去講女性 這個是很值得 我們下個星期去講的 是 我覺得他故意的 不是 這套戲 不可以講的了 Emma Stone 他玩那個方法 應該都沒有什麼對比到的 因為他整個動作裡面 你會看到 他還在玩一樣東西 就是說 我的身體裡面 和他的內在的器官 內在的器官 尤其是腦袋 一定有很多空位在那裡 所以他鞋子 擺在頭上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這個叫做 一個正常身體的女人 就是Emma Stone 裡面的器官 其實就是 寶貝器官 來的 他這種 的演出 是讓人 將這個 戲劇概念 演出出來 以前未曾有過 這樣的角色 讓他演出 我覺得 你只看這套戲 你會看到 他很有心思 很有心思 但是我除了那個之外 我對於他裡面 尤其是有三個男人 就是和他有關的 爸爸 爸爸的臉 我想大家特別留意 他的臉 好像科學怪人的臉 其實是很漫畫化的 是 那我不說那個 大家看完之後 可以看 我最喜歡 就是律師 應該是要給最佳男 應該要給他 因為我覺得他基本上 你會看到 他裡面很多那個做法 就是很誇張的處理 但是他裡面 整個性格的描述 就是很立體的 很實在的 至於做觀察的那個 就是爸爸 就是想他配做老公的那個 幾個角色 都不要忽略 最生氣的那個老公 那我覺得他裡面 這個戲裡面 這次的導演 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導演 他早期的那些戲 尤其是 講龍蝦那裡 Lobster 《單身動物園》 我忘記錯了 《單身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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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很喜歡的 那麼這部呢 你會看到呢 他想去一個叫做新的階段 就是說 這裡拍出來 給大家看的時候 你看到他 拉闊了整個那個世界 就是說那個 古代 18世紀的那些世界 他拉闊了的 我覺得是 視覺一流 是啊 那就不講那麼多節 因為去到 下個星期再詳細說一下 最後一個項目就是 喂 Emma Stone如果拿兩次 這次第二次 是 他給那些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 儲了很多力 拿了一屆的那些演員 他高了一個層次的了 他兩屆影后 兩屆影后的了 不止的 我覺得他這次這個演出呢 他都令到有很多演員 他知道呢 就是有很多時候 所謂為藝術而犧牲呢 你會看到呢 其實是很大價值的 Emma Stone他告訴他 我是為藝術而犧牲 但是因為有一個 小毛錢禮的角色的 嗯 所以他你會看到 他很放盡的 去得很好 還有他在說 這個是他的歷史紀念來的 是 作為演員的生涯 角色難求 這個呢 你將來可能覺得 這個故事有趣啊 其實你有續集都可以的 不過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這刻的時候呢 你一個這麼難的角色 還有很有挑戰性之餘呢 好像 Cindy 都說 你會很挑撥性的 很多人都看得很討厭 你這個角色的角度 但是我覺得 正正呢 這個是那個導演呢 他很想呢 這個戲呢 他之前拍的那些 你當他另類 我這裏呢 我就是叫任主流 好像Bobby的一種行動 是的 我們所以下個星期呢 就兩個角度 女權角度就講一下 是 跟Bobby 一個對比 又可以講一下了 下個星期 是啊 相當之很話題的一個電影來的 是 好 我們兩個在這裏 那我們當然要 也要清除一些其他電影啦 那說一下這套 路潮先 這套國內的 嗯 應該是網大片來的 我沒有記錯就是 就是他會上外期 那香港就 就是擺上電影已經供應了 那原因 我想因為張家輝主演 就變了 就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其實我去看呢 因為張家輝 因為呢 我覺得 就是我查回資料呢 張家輝很少拍這類 就是國內導演的網大片的 就是如果觀眾可以糾正回來 其實應該是第一次的 算是 第一次 他那個 做陪審團那個 是誰拍的那個 那個也是香港導演來的 也是香港導演來的 是的 那這個導演 馬玉柯呢 如果你認得他的樣子 都是在國內做了很多些 就是拍了很多戲的 都是演員來的 那這次是第一次 第一次做長片導演 那卡斯很厲害的 有張家輝 遠景天和黃大陸 是 其實給我感覺呢 是工整的 但是就真的沒有什麼驚喜 那一隻 就是 穩穩的 穩穩的第一套長片 那他很商業向的 整套很商業向的 就是這個計算程度 是計得很準的 就是不像我們昨天看 外市一把槍呢 是 新導演 那個導演 是 黃 那個叫什麼 李鴻奇 李鴻奇的第一套導演 哇 真是很 又不要說很 下個星期會說 就是我昨天看完之後 我都覺得 都挺任性的 就是拍得到 挺有自己的風格 因為其實看完之後 我講了外市一把槍 是 你覺得他 說了一兩句 他不是很完整 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格調 所以 他玩很多東西的 這部戲 是 所以為什麼 威尼斯給我 金師獎 新導演金師獎 那我們 下個星期會說一下 我試試看 先說回這套路潮先 那我都是因為張家輝 為什麼我覺得 張家輝去 近期 加上 爆裂點 你都去看看爆裂點 有看 有看 我是挺喜歡 他現在這個演法 我覺得 現在他這個 是有一種叫做 正宗的大邪 邪中的低症 的感覺 你覺得他 他跟其他 素獨三兄弟 我覺得他不一樣 整個演法 張家輝不一樣 那怎樣不一樣 大家入場 可能會 感覺到 張家輝好像 有自己的套路 但他就不是說 怎麼說呢 不是劉青文的類型 也不是古天柳的類型 也不是劉德華的類型 也不是劉德華的類型 這次很有趣 還有一個殺手 殺手 背後有一個很重大的原因 要背負著一些傷痛 要做殺手 整套的感覺 中國的設定 國內最終要玩這件事 在其他角度裏面 他沒有說哪個國家 總之第一件事 不是自己 整個犯罪集團 就不是中國 也不是 沒有什麼是哪個國家 指明一個角度 但那個角度 你可以猜中 你可以猜中 他在用哪個國家來玩 就是一個基因 好 接著就是 黑社會 黑社會 那種叫做黑 就是一個大集團裏面的 一二三老 一二三四老 在鬥 鬥去爭龍頭位 其實就好像 我們以前看劉偉強 那種古惑仔 那種 就是家族 黑社會家族爭鬥 但是你看到他整個 整個製作很高水準 其實國內 現在你看到他製作 涉製 是真的很高水平的 但是那種裏面那種 故事那種剪貼感 就是你覺得 好像香港 或者加些韓國 武打血腥暴力 再加上國內的最喜歡 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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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扭扭扭扭扭 扭到最後一刻都在扭著 有種 有種 變成模式 是 雜感的感覺 你覺得是扭扭那裏 我自己看 我就覺得不行 就是那種 太過為扭而扭 你扭扭完之後 你觀眾第一時間 想回到最初 不行的 不相信的 整個東西 常常有這種情況出現的 是的 你扭扭當然是 不知道一個人很喜歡扭 扭一次都不夠了 扭到最後都會 不斷地扭扭 扭到是 劉華 又要做壞人 但又要有個好人底 在後面那種 就是那種感覺 不過我自己覺得 演員 因為導演 就是演員出身 我覺得設計那些演員 怎樣發揮 是有他的一套 你看到就算三個都平均地 都會有一個很 不要說兩眼 就是正常的演出 尤其是張家輝 我覺得進去看是值回標誌的 因為其實我都說過了 我是特意為了張家輝 入場看這部電影 變成我是收貨的 收貨的 是的 我還沒看 但我想少少 你在開頭的時候 說張家輝的那個 那個演出 近期的那個分別 那我也想 補充一些 跟大家分享 大家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張家輝 就算爆裂電 你會發覺 當他拍了幾部自己導演的電影 自己也有演出 他對拿捏一個角色 你會看到他有一種強勢在那裡 是的 我想他跟導演 或者可能今次我都會看 最主要想看 這個導演也是演員出身 你看了 你可以將他平一平 就是 可能他跟導演溝通的時候 他會不會是因為他做導演的經驗 對角色的拿捏呢 還有他這次你看到 另外兩個演員 遠驚天 也是一些很強勢的性格演員 遠驚天 尤其是 遠驚天 其實是 周柴徐三害 簡直是他發光的電影 是 全靠他 我想這部電影 很有趣 可能比其他內地 我們說他有一些不足的電影 多了一個 就是我們看的 留意就是 怎樣捉角色 怎樣看角色的演法 對於這件事 我明天才看的 今天是趕不及的 你可以再留意一下 你有什麼評價呢 其實就是 三個演員 我覺得王大陸都OK 但是遠驚天和張家輝 這麼強勢 這麼有性格的演員 下去 其實是一個優點來的 這部電影的優點來的 變成是 真的叫做浪著電影的 兩個演出 變成你說 遠驚天 現在看他拍完 周柴徐三害 好像一個 其實兩個都爆的 張家輝的性格和他的性格 給我感覺 好像一個很爆的演員的感覺 變成真的叫做 加上王大陸 王大陸都OK 變成三個在那裡捏 有點像嗎 其實我覺得他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三個男演員 其實有一些沉默性的感覺 就是素毒 素毒為主 三兄弟的感覺 不是優利圖 就是素毒 是沉默性的素毒 原裝版的那個 原裝版的素毒 我想他是借了很多 港產片的設置 放進去 但是我覺得 剛才說張家輝 其實我覺得他 怎麼說呢 其實他 角色上 我估計 原本沒有設計到 這麼激 但是我覺得 經過他的演繹出來 與別不同了 就算你看巴黎點都是 例如說 張家輝以前做過的導演 比如說 你看看 陀底驅魔人 低壓陀 其實他那種 他是不斷挑戰自己的 你覺得是 不是導演崗位之餘 他演員 那個角色 正中大邪 邪中大正 那樣東西 他都要玩到很盡 你覺得是 多不斷挑戰自己的一個 底線 不可能是底線 不斷找一些東西 去挑戰的一個演員 我自己覺得 張家輝是 是啊 他跟遠驚天 或者黃大陸 他有一個最大的分別 就是 李家輝 李家輝 是啊 他本身 就算他自己導演的時候 他都把自己的角色裡面 他有一個特定的身份 譬如爆裂典 他除了做警察之外 他又說做一個 做得好不好的爸爸 嗯 那他 我不知道這部 他有沒有什麼 他跟遠驚天 和黃大陸 就有不同 黃大陸 你看到他 就是有一種 發光爆裂 但是 怎麼說 是偶中式 他比較孤獨 就是獨行獨往一點 他不需要身邊 你就算他女朋友 都是叫做配件 是 就算說 你說得對 所以這次張家輝 就有個背負著很大的一個 傷痛在後面 就是關於他的家人 這個是 反而我就是覺得 他跟導演 不如我這樣拍 其實呢 他跟這個導演 接下來還有一套 可能一說 一簽就簽了兩套 就是跟一個導演 也是張家輝 跟這位馬玉柯導演 馬玉柯導演 其實本身這套 他都有演出 都有演出 但就沒有跟張家輝 有一個很正面的對困 那就變了 就不知道下一套 會不會兩個 會多些對困 那就是conclusion 這套戲 正常的 正常就不是說 那種叫做 網大片 就是在香港上完 就拿過香港上映的那個 Experience就算 真的有個quality 香港上映到的 不過唯一就是 就是張家輝的 國語配音 就是我們好像不習慣 聽到他廣東話的演出 講國語 肯定不是他的聲音 是有這些 遺憾在那裡 沒有辦法 變成他不會做一個廣東話版的 就是不會做一個廣東話版 變成我們看的時候 就變成 隔了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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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想看張家輝的演出 正常的這一套 還有一套就是 粉絲想你講回 熊抱青春記 香港就放回戲院再上回 整個過程不講了 因為他就變成 疫症期間就上不了戲院 就上了串流 現在就再次 真的正式地在戲院供應了 你看過什麼版本來 英語版本還是廣東話版本來的 是 是 因為這個戲 因為那時供應 正值最高峰時期 那個新冠病毒 2022 但是原來那個股 都是講2002的 是啊 是啊 沒有iPhone年代 吃玩那個手機 是啊 我們現在看的時候 就是2024 就是我 看2024的時候 我看那裡 已經有一種叫 過去式的那種情況 又出來了 我懷疑這部戲 為什麼會翻上去呢 因為我覺得他 覺得這個題材 都還是應接的 應到的 還有可能 可能那個票房不算太理想 所以其實他話名 就是上個禮拜已經開畫 然後我算起來 我一直想找戲院看 我發覺之前是找不到戲院的 但是反而呢 今天的那個呢 那些場次呢 就更加 看得到 挺好 這個呢 但是你平一看 你平一看 是不是更加少一些 翻了學的學生 的人呢 我剛才看的 那時候呢 剛剛看的 也是 在尖沙咀那間 那間 藝術的那個 那一個呢 只有我 和另外一個 少女 那少女呢 我後來呢 就是出來的時候 看 是遊客來的 是嗎 遊客來的 應該是加拿大回來的 是的 即是你很容易 認到尖沙咀那間戲院 是特別多遊客去看戲的 這個遊客 這個呢 我看就覺得呢 他不是內地人來的 是 但是呢 就看到咦 可能是加拿大 那些 那些 為什麽要 因為這個故事 就是講加拿大的 多倫多那些 華人世界 是的 其實老老實實呢 我覺得這個故事 就基本上 可能呢 如果在2024年來 你看呢 就覺得是夠了 或者2022年 我沒有看 如果有看過 大家分享出來 那時候我覺得 或者沒什麽問題 但是現在他說 2002年 你會看到整個故事 他有一個叫做 深思 簡單點來說 如果一個故事 你去分 你會覺得呢 有一件事 他不是很原創的 挺平成里合戰的 就是公奇進監製 那裏 就是說 人 原來 有一些家族 可以變成 那些叫做 紅色的 紅貓 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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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看 美國的那些 那些 說 說 華人電影 那些 他也很像 王子逸 那些風格 那些戲 那些 完全是一個 已經是 白了 就是 漂白了的 老袋 但是他說回中國話 華人話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戲 就是 新加坡那裏 我的 富豪男友 還有 剛剛去年 有一部叫做 沉根女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 你喜歡記得 沉根女團 是啊 你就會發覺 他裏面 那四個女生的角色 大多應該是沉根女團 因為現在他說他們十三歲 剛剛中二時期 就很日本那些 叫做喜歡病的 那種 那種世界 他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 開始有些超能力 就是這樣 他會變身 做野獸 好像那個 那個 那個 美女變怪獸 那些 那些 你會發覺 這個題材 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那幾年 很多這樣的東西出來 這樣 雖然 他現在 你看到這個故事 我覺得是舊了 舊了之 但是 我覺得 後來一直看 大家如果去看的時候 千萬不要漏了尾那段 有個彩蛋的 還有他裡面 有什麼彩蛋 是否就是電影戲院才有彩蛋 你先說一下 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看的時候 他有一個 應該是最新的Pixar短片 哦 貓狗那個 是的 我不知道那時候 2022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這個 還是一個新的 沒有短片 串流是沒有 開頭的那段 短片 哦 這個有個短片 就是貓狗的 還有我覺得 我看了trailer的時候 我覺得 應該是近期 最多 我看到那些華人的名字 就是在Pixar裡面 因為Pixar 那時候 很多時候都說 基本上他沒有 Gymwork那麼好 Gymwork就是 很國際化的 華人都有很多 已經出來了 但是這裡 你看到 相當之華人參與 這樣 那參與好不好呢 我告訴你 技術 尤其是動畫那裡 是戴銀幕看的時候 就好像跳舞一樣 設計得很漂亮的 我看的時候 很收貨的 尤其是我很喜歡Pixar 那些電影 那些角色的眼睛 經常發光的 好像鬼滅之隱一樣 有光的 不是 那種冰冰眼就是以前 不是 我想說以前 Barbie Cartoon 那種冰冰眼 斬著有閃光 似的 但是那種閃光 就不同 Pixar 不同 我還喜歡Pixar Retro的 這個閃光 他不止的 他 基本上 如果 我都訪問過 他那個頭 John Schlatter 他的眼睛就是這樣的 藍色眼睛 哇 好像海洋 都看到裡面 眼光獨到 其實最主要 你會看這裏 如果你現在去看 那些動作 都可以配合 我們最近都說 2023年 那些很多動畫 有一種叫做大夾身 的嘛 這個呢 都入了 我看完之後 都覺得 這個都是其中 夾身的 一種處理 那些動態 那些 去得很好 你會看到 譬如 昨天的女團 那些都是說話 那些動作 那些 就好 好那個叫做 是 黃種人 但是呢 好像黑人 那種 那樣的節奏 那樣東西 它是捉得很好的 就好 比其他 迪士尼出的那些 迪士尼最近都有 是用這種形式 來做那些動作 就出了事的嘛 聲言其言 那些最出事 那 動作好看 還有它裡面 就玩了很多 那些叫做 譬如道家的世界 但是 它說 在多倫多那裡 就有一些 華人的妙語 這些華人的妙語 就跟我們的 那些 原裝的那些廟 就有些不同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但是它可能是一個處理 這是家族妙語來的 那所以它裡面 其實這個家族 裡面 它們這些是神獸來的 那些神獸套藤來的 那還有 那它有些 譬如它 它們有一個 樂隊 叫做 四次 四次 但是那些外國人都說 這個四字 其實是 在中國裡面來講 是一個不吉利的字 就是 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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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覺 很多人都是因為這樣 抓到一些 叫做華人式的那種幽默 就從這套戲出來 相對之下 我也想回應那位聽眾朋友 第一 任務必達 第二 看完之後 我覺得 不花架的 如果之前呢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正式公拍幾場 還是一做過 就沒有做 好像連試影都沒有 那時候是真的沒有公拍的 那時候是 那我想它可能 都現在去放 都覺得 不要浪費 那套戲 因為它第一 可能華人參與 又不少 還有出來的那個水準 就是我用現在 2024的角度來看 都是 嗯 這個OK 都可以的 好 放在那個叫做華里活 這些動畫製作那裡 第一 它都能看到人 還有它有一個叫做 是 玩到一種Style出來 就是 你可以將那個東西 叫做東方Style 華人Style 沉根裡田的那種 那種格 這樣出來 好 這樣我就是 最主要就是匯報這件事 分量給大家知道 是啊 是命必達 幾場 是命必達 我自己本身喜歡看的 好 那今個星期 就全部都說了 就回答多一套 紅袍青春文 下個星期就厲害 大片 這星期 Doom II 有這個 Doom的第二集 還有這個 Poor Things Emma Stone的那一套 大家都在說它有多厲害 下個星期 我們詳細說一下 下個星期見 好 拜拜